台北市知名連鎖精鮮滷肉飯 出現食安問題 有民眾買了便當 打開來後配菜吃到一半 才發現有一隻蟑螂出現 當場嚇壞 而衛生局也立即派員前往稽查 來聽一段稍早訪問 北市衛生局目前已經開立 限期改善通知單 復查後 如果仍不符規定 將依法採儲三萬到兩億元罰還 對此精鮮滷肉飯誠信老闆 也不斷道歉 表示可能是當天消毒 造成蟑螂出現 自家便當店 平時都非常注意清潔狀況 願意誠心向該名顧客道歉 也承諾近日會找專業清潔公司 對店面進行全面消毒 避免類似情況再度發生